这边 羽王府邸又传出了消息 不过 跟苏家灭门不同 羽王这边只是库房被盗了 羽王整个人完全崩溃了 羽王府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把这个消息送进宫中 送到羽王生母那边 羽王的生母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也正是因为她的出现 才有了苍修玄和苍修玄母亲的悲剧 是什么人如此大胆 羽王府邸都敢接 甄妃一怒 整个请殿的人都开始瑟瑟发抖 他们都知道这位主子的真正脾气 愿不是在人前表现的那样温婉动人 下手比任何人都要狠毒 跪在甄妃面前的人根本就不敢抬头 府上找不到任何一点被截的痕迹 那些东西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把 此话怎讲 甄妃仿佛有些不太理解这些话的意思 什么叫没有一点闯入者的痕迹 可东西却不在了 难不成还是有人在她儿子的府邸 编了个戏法不成 回主子 王爷那边来说 这几日王爷都还加强了守卫 整个王府有如铁桶一般滴水不漏 所有地方都检查过没有痕迹 大小两个库房的门也都是完整的 失窃的当日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主子 莫非 王爷那边是出了什么不甘心的东西 闭嘴 找死吗 在宫中说出这些 传出去他这个主子都要被连累 皇上最在乎的就是这些东西 要是他皇子的府邸 都被这种邪气压住了 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放 尤其还是在现在这种时候 弄不该死 弄不该死 主子饶命 滚下去 要不是念在你平日机里 今世本宫非要打死你不可 多谢主子 说完连滚带爬的就离开了这里 但是他走后 羽王这件事还没完 真非也觉得 此事处处偷着诡异 去把羽王最近的洞下 上报给本宫 以往几乎都是每十日 就会有人上报一次羽王的情况给他 结果 现在只要一不盯着 竟然就会出这样的事情 他那边的库房全部被盗 除了他自己这些年的身家 还有他的一半是转给他了的 现在全部被盗 往后他们拿什么去活动 这个事实让真非十分易怒 下面的人自然是一点都不敢耽误 麻溜的就去打听羽王的近况了 只是这一打听 一个个都吓得要死 羽王他竟然 竟然身中剧毒了 这样子都能给了 一边的 这一路 帮助了